你作为运动员来说的话 像宇超联赛已经进行到第二循环赛的最后一轮了 你觉得这阶宇超联赛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宇超联赛 感觉这个色味还是比较好的 包括场地的布置 都是可能跟国外一些最高级顶级公开赛的水平是一样 也是前面有很多的球员来到咱们直播间 这边也是只说疫情过后的第一场大赛 然后接触到这样低级的国手啊 国际型的选手 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锻炼 好棒球 四 好 一个失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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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失误 听到这边打的还是太放心了 其实像之前说的那样 还是这边 这边虽然是保住了 进入半决赛的这个机会 其实更多的 还是希望年轻球员 能够在球场上 能够多去学习 去敢拼敢打 还是像其他一个锻炼的作用 对也能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在今年这种大环境下 这样的话 随着真相队的一个失误 青岛人州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1比5 一城你觉得这场 在这局当中的话 浙江能源的话 应该是怎样改变一下 因为你看这几个多快回合中 自己造这边的失误 还是比较多的 他应该需怎样调整 我觉得 他们其实这一局 紧张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 要减少自己手上的无畏失误吧 第二局比赛开始 你看很明显 那一个实力上的差距 青岛队这边的进攻打过来 造成浙江这边的被动失误 好感生 沙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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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两个连续的接外球 因为可能是因为这边处于一个顺红的位置 对这次比赛顺级风还是比较明显 连续的一个进攻 可以看到确实两队的实力差距 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这团队这边要想去得分的话 第一个还是减少自己的一个比赛顺红 对面对像这种比赛国手 找他们这种错的机会是很少 嗯是的 好像要尽量的去创造进攻机会 因为李温妹他特点就是进攻比较凶 对你防守上肯定是压力还是比较大 就自己去主动进攻 在进攻中寻找机会 可惜啊 第二场上来目前为止的 这将对这边的个人失误 包括被动失误都是比较多的 对你看他们的得分 基本都是主动没在抽压对手这样去得分 对 确实 这回合合打得非常耐心 也是想拉一下 找一个高质量 然后小心这球的质量高一点 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请导队这两名球员 球的经验非常丰富 球的落连基本选择都是靠近线的地方 对 对 就请导队这边的一个失误 地方来到8比10 选导并且两分 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 结束 11比8 请导人中拿下第二局的胜利 可能也是因为确实两位国手的对面吸引压力比较大 从第二局上来过后的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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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所以他们明显还是感觉到防守压力大想办法在窗户进攻 对 对 不耐对手太强了 看第三局 对 在这 eliminated 这 abajo插 对 在这里 不要 包括很多有经验的国家队的前队员 以及国家队的先议的这些球员过来 也是跟我们聊过这个 想要新手如何去对抗一个前辈吧 也是终点提出 主要第一个的话 就是介绍自己的一个跟失误 第二个的话 还要去敢去打 不能为手为脚 把自己的特色给打出来 不管对局是 第一想法肯定是想赢 但是在遇到这种强敌的时候 把自己的特色给打出来 其实自己也是非常成功的 是 往前 这边请导队往前的一个失误 这样对野兽贼 这边寻找一个进攻的精卫 这球比较可惜 对比较可惜 也是 两位年轻的小将 在昨天混双的比赛中 灵溪这边也是 因为前几场对场上的环境不太熟悉 然后打得不是很放开 也是 对比赛中的路上的环境不太熟悉 对比赛中的环境不太熟悉 对比赛中的环境不太熟悉 七八球 这边听到对发展失误 确实球路更多 听到这边 顶尖球员选择的 在球场上选择的球路更多 也容易抓住场上的机会 对 这就是抓了 这球插我 这几球看来 这枪队是在有进攻的意图 但是对方的这种放手反击打的还是 让这枪队这边非常难受 这样的话 比赛结束 听到仁州3比0 拿下第一场女双的胜利 绝对的实力 真的是绝对实力 那异团对于这种 对于这样的比赛的话 也请你给我们做个简单的点评吧 我觉得在第二局比赛中 这枪队对的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 就是也有想去抓住中前半场去创造进攻 然后包括一直在连续的击打对手 也就是主动得分会比较多吧 但是到第三局 可能还是自己手上的失误 或者队员已经就是有感觉到 所以你看撤一飞 就抓住他们几个球 所以还是实力上有一些差距 确实惊艳上 想听到这边的话 在第二局的时候 你有启示的时候 他们这边就开始抓住这种 你启示 他会去抓你的这些漏洞 给你打方的玩机 给你打多拍 去抓你的机会 确实这也是 国手吧 跟咱们年轻球员之间的一个差距 也是希望 在将这边的两个小团员 能够在未来的中 慢慢地去学习 慢慢地去学习